嗨 大家好 我是佑珍國際方向學院蔡若珍 今天要為大家示範的是訪問香塔 我們利用這些材料 然後把它混合均勻 我們先把粉末置物在這個紙碗中 然後把植物粉末攪拌均勻 攪拌的目的是讓這個黏粉可以充分的跟植物粉末混合 等會塑形的時候它不會有裂開 或是不容易成形的情形出現 然後再用我們取用乾淨的水 然後倒入適量 可以依照天后的濕度不同 然後水分可以可以塑形為原則 如果說水分太多的話 在風乾的時間會較長 如果說水分太少的話 它也不容易成形 這個是我們剛剛攪拌的一個成品 就是我們可以用手去試它的一個黏度 就是也可以抓在手上 它是可以成形的 然後我們可以利用 像有做手工皂的朋友 他有這些矽膠膜 然後可以塑造成你想要的一些形狀 然後以大拇指去做一個按壓的動作 按壓的越緊越好 因為等會脫模的時候 它就不容易裂開 我們把它入模大約兩到三個小時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脫模的一個動作 脫模的時候就是用輕輕的按壓 這個就是我們製作完成的一個防紋的一個箱塔 那我們也可以利用文具行可以買到的這種投影片 那我們可以把它裁切成五公分或是六公分的大小 依照您想要製作的箱塔的大小 裁切成正方形 然後再把它做成一個圓弧狀 然後把它用膠帶黏貼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塔形的一個防紋塔 我們就是直接做按壓 然後做填充的動作 然後這個就是可以塑造成箱塔的一個成形 然後再加上包圖 再加上包圖 這個就是可以買到的 значит是可以買到的 但是這個就是烤塔的第一跟著那些 然後再加上包圖 那一切就買到的